根据专业疫情指挥中心方面的统计 到8月20号为止 金融市疫苗覆盖率已经达到43.6% 在本岛各县市中名列第三 其中65岁到74岁的长者疫苗施打率更高达84.6% 而面对国高中、国小、幼儿园等各级学校即将在9月1号开学 金融市长的右舱表示 教育处方面已经针对还未接种疫苗的 299名教职员造册进行第三波疫苗施打 届时全市公私立学校教职员施打率将达到99% 希望能更完整保护所有师生健康 让家长安心 大概在10天左右我们学校就要开学 那我们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7、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帮金融市的这个教师 还有补教业者安清班的老师们施打疫苗 已经打过两波 那两波的完成度大概是覆盖率96%左右 那最近我们还要帮剩下来的 大概有299位的一个老师来进行第三波的疫苗施打 下个礼拜完成 那打完之后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教育人员的一个疫苗的覆盖率 就会高达99% 只剩下少数大概60几位的老师 那因为年龄还有个人的一个因素 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不适合施打疫苗 那其余的大概都施打完毕 所以希望在9月1号开学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老师能够安心的一个教学 然后让这个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也能够安心的上课 另外在高端疫苗施打部分到8月22号为止 金融市预约登记高端疫苗达7226人 从8月23号开始到8月29号间在各医疗院所进行施打 牛肠也呼吁市民踊跃施打疫苗 进一步推升金融市整体疫苗覆盖率 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